用VBA來抓的方式 抓下來結果類似長這樣子 其實概念跟那個剛剛用Python差不多 只是說我們用VBA裡面 一個叫IE的物件 那這一招其實還蠻好用的很多地方 其實他功能並不會輸給Python 只是說他有缺點就是他沒辦法像BeautifulSoup 抓Class名稱但他可以抓Tag 就是標籤的名稱 剛好跟我們這一題 蠻接近的因為這一題沒有Class 只有Tag 所以我怎麼把他抓下來 首先的話我大概說明一下 RUN一下給各位看 假設開個空的 那裡面程式最關鍵的地方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第一個 我用那個 SET方式 產生一個物件 就是IE物件 Create option 特別重要 如果你要在VBA裡面 取用外部的任何的 程式 比如說 Word Application PowerPoint Application Ie 瀏覽器 Internet is broad Application 名稱的話 其實這邊好像沒有區分大小寫 只是你可能不要打錯字 不然的話找不到 他就幫你把那個 IE 瀏覽器當一個物件 引用進來 在背後可以執行 那接下來的話 他裡面有個方法 叫Navigate Navigate 就是連到 那個網站上去 那網站的名稱的話 我這邊故意寫成一個什麼呢 特別注意喔 因為他有經過那個 URL編碼 所以你會發現那個網址是亂碼 但實際上他是水泥這兩個字 URL上面會有重新編碼 所以你在那個 Yahoo股市上面看到的 他的編碼方式 你點水泥 他其實這邊會 等於有沒有 後面這個 這一串其實 是水泥兩個字 可是他因為經過URL 那個網址 他會重新一個編碼方式 所以你看到的會亂碼 但實際上你將來丟喔 你可以丟這樣子 and 水泥 所以這個地方你可以變一個變數 比如說你可以把 所有類股 有沒有他點下去不是水泥 然後 其他的類股 你可以把這些變成一個 一個什麼 一個 List 或者是一個 陣列 或者放在那個儲存格也可以啦 你就把這些呢 通通怎麼樣 複製一下 那其實如果要把它放在那個 你是有最快的方法 其實你可以貼上 其實這邊握得又很好用了 他這邊就定位符號 那我的習慣Ctrl H 把定位點 這邊叫定位點 取代成換行 全部取代 有沒有 然後你可以把這些 把它複製之後呢 就可以直接到 這個 Excel裡面了 那你就是 For I 等於 第一列到最下面一列 A欄 水泥就把這個資料放在後面去 那如果說我要執行他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我就丟給他 這邊的話是讓他未扯 未扯是說 因為網頁 載進來 你如果直接馬上去抓的話 可能會造成 錯誤 因為他沒有下載完畢 他 有時候有沒有跑 跑蠻久的 所以我讓他等5秒鐘 接下來的話呢 我就用剛剛的邏輯 所以你會發現這邊有個 IE.document 點後面有個方法叫 Get Element 特別是喔 上面的元件 ByTagName 將來其實有很多種方法 ByTagName ByID By什麼 反正他還有一種方法 那我要抓的是Table 第幾個Table呢 第九個 有沒有 所以 一模一樣的概念 然後再來去抓TR 有沒有 ByTagName 把這裡面的東西再去抓TR 然後呢 再跑一個回圈 這個回圈0到 裡面的那個TRS 指的是幾個列 總長度-1 因為從0開始 -1 然後呢 在裡面再去找Td OK 如果沒有Td的話 如果那個抓回來的東西 總長度等於0 那表示沒有Td 那就去再去找TH 不過你其實 也不一定可以這樣寫 你直接去抓Td 先抓TH再抓Td也可以 只是我這樣寫 然後呢 再跑把裡面的所有的儲存格一個一個抓出來之後 塞到這個 Sales裡面 然後呢 裡面怎麼抓資料 InnerTest 這樣的話就完成了 所以把它全部抓完之後 那抓完之後的話呢 你會發現它就轉轉轉轉 然後把裡面資料全部都get回來 可是我第一欄 選擇那一欄不要 所以我最後 多加了一個叫Column1 Column1Delete 所以就把它刪掉 這個不要 然後呢 AutoFist是自動調籃寬 這樣就OK了 這樣全部跑完 OK了 那如果要全部 比如說我今天呢 野心比較大 希望把這些全部抓下來的話 其實 我這邊有分享我那個程式啦 所以將來 因為時間關係可能不太夠 全部的話 其實可以 Ctrl C 然後把這邊 Ctrl V貼上 其他的部分的話 我就可以在 我 這邊一樣抓 那這邊有個Stack 這個Stack Stack裡面的話 實際上是for each 你可以for i 可以啦 for each是每一個 in range 所以特別去 我可能需要在range的 Range的地方 在這裡 我先把它放前面好了 Range A1到 哪裡呢 到34 那我這邊的話是寫多少 寫到那個 我抓個10好了 我不要抓太多 不然可能抓到下課到 沒辦法 然後呢 我就add一個 新的工作表 add一下 然後呢 再把名稱給他 一個一個往下抓 其實就把剛剛那一段 放在裡面 只是關鍵字 這個and 所以我大概跑 前面10個 也放一個 水泥就下來了 有沒有 大概要等一下 因為我大概 讓他 跑一下 第2個 第3個 等於是10個 add add 那就可以全部 如果你要34個的話 你也可以到34 它全部都下來 而且這個 做法 不會有那個 像錄製劇期 會是亂碼的問題 其實程式並不多啦 我覺得應該要了解 因為 寫的方法 跟Python的寫法 幾乎一致 只是說 這IE物件 後續還要很多啦 只是說我發現 網路上 有提供 分享的 其實還蠻少的 啊 因為 啊 我有 我有把它貼上去 你回去自己貼上去 因為 時間真的不夠啦 有東西真的想講 但是 要想要慢慢講 可能要很長的時間 醞釀 所以 也許未來 這課程 其實 當然 我是覺得 如果大家 程度都起來之後 如果要開那種 網路爬通進階課程 應該也不是不可能的 而且兩邊其實是可以相通 VPA跟Python 其實我講過 他們彼此 不是互相競爭 而是應該互相合作 就跟北北七這一樣 彼此之間 又不是敵人 都同一個地方 對不對 所以兩邊如果互相合作 其實可以做出很多東西 啊 這部分程式有在雲端上 所以回去的話 有興趣的同學 自己再把它 參考一下 那這一期課程 其實蠻快12週 一下一眨眼就過了 本來今天還擔心說 會不會停班停課 好不還好 那 後面 我們 這個 這一期課 所有的影音 影片都在論壇裡面 然後雲端 的 資源都在上面 所以我是建議啦 當然這資源不會永遠都在 可是也不會一下就消失了 只是我建議你還是要 自己要把它那個 先備份起來 以防萬一啦 但不會說 這個今天時間到了喔 然後 明天 就再拜拜 看不到了 是不會這樣啦 而且其實這資源還蠻重要 因為有些東西要叫你備起來 不可能啦 那你如果需要的時候 其實有個範本 是最簡單的 我一直強調 能夠run的範本 真的是最方便 最好用的 那其實我的上課有個特色 其實寫了很多一堆的範本 那這些範本呢 也都是全部都自己寫的 而且邏輯啦 程式的 寫法 都一貫的 OK 所以 基本上我想你 將來要延伸 應該沒什麼問題 那回去的話 其實建議真的你可以 去做一些 其他練習 如果當然有一些心得 當然 可以再跟我分享 當然是最好了 OK 那這 時間也差不多 不然我們今天 就先到這裡好了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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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